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二微醺频道 现在我们来欣赏三首最孤独的古诗 第一首 华间一壶酒里白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月季不解影 影图随我身 暂半月僵影 行乐须即春 我歌月徘徊 我无影凌乱 省时同交欢 最后个分散 永结无情由 香气渺云汉 这是一首李白的诗 华间一壶酒 描绘了诗人独自饮酒的场景 以及他与月亮 影子的互动 诗人邀请月亮举杯饮酒 与月亮和影子成为三人组合 但月亮不会饮酒 影子只随着诗人身影 诗人歌唱 舞蹈 月亮徘徊 影子消散 醒着时诗人和月亮 影子一起交往 最后各自散去 但永远结为无情的旅行者 相约在遥远的云汉上 该诗表现了诗人独自饮酒的孤独情绪 以及他与月亮 影子互动的如梦幻般的景象 诗人在诗中将自己与月亮 影子比作朋友 象征着他对友谊和亲情的向往 同时 诗中还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追求 以及对家园的思念之情 整首诗给人以感人的意境 展现了诗人优美的诗风和深刻的人生态度 此外 该诗也是一首关于生命意义和人生哲理的诗歌 诗人通过饮酒 舞蹈 歌唱等方式 表现了人生的短暂和转瞬即逝 也呼吁人们应该珍惜生命 不要埋没于日常所适中 在诗中 诗人也提到了他与月亮 影子永结无情的游城 表现了他对人生无常的领悟 整首诗给人以深刻的人生哲理 引导人们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第二首 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舟梭利恩 独调含江雪 柳宗元的江雪是一首关于寂寞和孤独的诗 表现了诗人对自然界的情感和对内心世界的探索 诗人通过一位独调的老人 形象地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 表现了对孤独和寂寞的思考 整首诗笔触优美 语言简洁而富有感情色彩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面描绘了寂静的自然环境 增强了诗人对寂寞的感受 而孤舟梭利恩 独调含江雪形象地描绘了独调的老人 表现了他的孤独和寂寞 整首诗给人留下了沉思的气氛 此外 江雪还富有寓意性 独调的老人不仅是对孤独的描绘 也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他在寂静的自然中独自钓鱼 体现了对生活的追求 同时也体现了对自我价值的认识 诗人通过这个形象 提醒人们要在孤独和寂寞中寻找生活的价值 而不是逃避它们 因此 江雪不仅是一首好诗 更是一首对人生的启示 此外 江雪还富有自然风景的特色 描绘了一幅平静而美丽的景象 雪景清冷而富有灵动 独调的老人也充满了生命力 这种自然和人类相融合的感觉 增强了诗人对生命的感悟 诗人通过这样的描绘 也表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 总的来说 江雪 是一首富有感情色彩和寓意性的诗 在表现寂寞和孤独的同时 也对人生的价值进行了思考 他的语言优美 景象美丽 是一首值得一读再读的好诗 第三首 陈子昂的灯幽舟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 独创然而涕下 灯幽舟台歌是陈子昂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描绘了他登上幽舟台的场景 表达了他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担忧 诗人在诗中抒发了对天地的感悟和对自己的孤独 整首诗充满了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是一首充满沉思和激情的诗篇 诗人以幽舟台的高处作为诗的背景 以此来表现他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担忧 他发现 在这个高处 他既看不到古人 也看不到来者 他感到自己孤独而沉重 他念及天地之幽幽 独创然而涕下 表现了诗人对时间和历史的敬畏 整首诗充满了诗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历史的怀念 是一首饱含哲理的诗篇 陈子昂在这首诗中展现了他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理念 他不仅看到了历史的沧桑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且表达了对人生的沉思和对生命的追求 他的诗语简洁明了 语言生动 一径深远 展现了诗人对生命的敏锐感受和对人生的智慧思考 这首诗不仅是陈子昂个人的思想体现 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他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人们对未来的担忧 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生的深思 《灯忧周台歌》是一首具有深远影响力和高度艺术价值的诗作 《灯忧周台歌》是一首具有深远影响力和高度艺术价值的诗设计